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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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待会我会教你另外一个指令 就把它排序 可是排序的话会把这一行也排下去 就最前面这里 module size use the buy 那这什么意思呢 模组的名称是什么 它的大小是什么 它被哪一个模组去使用到 所以 我先把我楼上 我先把我楼下的机器先关起来 我们再开一个 我们再开一个终端机来看这台机器 所以这台实体机 这台实体机你如果打 lspci-k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除了上一次讲的 这个显示器 不在讲错不是显示器 除了这个显示卡的驱动程式模组 是不是NVIDIA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网络卡 网络卡是什么 网络卡在这边嘛 Ethernet 它的驱动程式模组 是不是叫IGB 是不是叫IGB 然后你说好IGB IGB里对 哇这个乱七八糟 根本看不懂 根本看不懂 很难看嘛 因为太多 太多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教你一个新的指令 叫做LOSMODE 管线Sort Sort是排序的意思 那你打LOSMODE Sort的话呢 看一下会怎么样哦 Enter 你的驱动程式模组 就会照字母顺序 看一下这里 我这里是不是 LOSMODE的Sort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 照字母顺序 什么A啦 B啦 C啦 有没有看到 我这个是不是IGB 那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IGB这一行 有 是不是就有看到 IGB这个驱动程式模组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这一个指令 LOSMODE的这个指令 这是看驱动程式模组 但是不幸的是呢 这种方式看起来很乱 因为它没有做排序 因此 如果你要它做排序的话呢 我这边没有写 我这边没有写 所以请你在这里补充一下 在这个指令这里补充一下 请你在这一页这里 可以打LOSMODE的Pipe M 不是MRI Sort 再讲一次 LOSMODE的Pipe Sort Sort是排序的意思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 你驱动程式模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刚刚给你看两个了 一个是显卡 一个是网路卡 那我们再找一个来看好了 我们来找一下那个音效卡 我的音效卡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一台因为它是伺服器的 伪装成PC的伺服器 所以它是不是没有音效卡 这一台的音效卡是另外接上去的 所以它是这个CMedia 有没有看到这个CMedia这块板子 这家公司的板子 那它的音效卡模组是 Sung的Oxygen 所以我们 刚刚打这个 打这个Sort嘛 我们刚刚是不是打LOSMODE的Sort 我们来看有没有Sung的Oxygen这个模组 那因为S已经在很后面了 所以我往后面看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音效卡模组 这样了解吗 所以怎么观察系统载入的模组 请你打LSMODE 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样了不了解 那待会我们来做 移除模组跟载入模组的练习 不过这个我只能在我的电脑做 因为我等一下要教你们 把网络卡的模组拿掉 那网络卡模组拿掉之后 你就没有网络卡了 我不能拿我楼下的网络卡 因为我把我楼下网络卡的模组拿掉 我本来是不是连到我的机器嘛 对不对 那我如果把它网络卡模组拿掉 我就马上断线 我等下人跑到主机前面才能做控制 所以我现在用我这一台机器 用我这一台本机的机器做给你看 等一下再来做这个操作 现在请你去判别你的驱动程式模组 还有你有没有载入它 我们现在来看怎么移除模组跟载入模组 那今天我们找的例子是网络卡 因为你其他模组你如果做一些处理的话 有可能做一做它会有问题 好 那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看网络卡的驱动程式模组是什么 我这里有两张网络卡是不是都是IGV 都是同一个驱动程式模组对不对 好啦那我现在做一次练习给你看 我把这个萤幕缩小一点 我把这个中端机缩小一点 我开一个新的中端机出来 那我们 这个 做一件事情 就是PIN 我看一下我们的Gateway是多少 我们的Gateway是不是120.117.72.126 是不是杂到是这个 那你看哦 我现在开一个新的中端机 PIN一下杂到的IP PIN120.117.72.126 现在按Enter 这个就放在旁边不理它 它是不是一直送封包给它 而且一直有回收到 这代表网络是不是通的 这样了解吗 好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现在假设要把 网络卡的驱动程式模组拿掉 那网络卡的驱动程式模组是不是IGV 是不是 那移除驱动程式模组的指令是RM Mode 而且用Root的权限 所以我现在做给你看 我现在用Root的权限 打RM Mode RM Mode 拿掉 好网络卡一拿掉 你们看到 马上就出这个讯息了 是不是网络就直接断了 那网络断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注意哦 我在这里再打LOS PCI-K给你看 你看 本来网络卡这里对不对 它除了Kernal Modules IGV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Kernal Driver in Use 但是这个Kernal Driver in Use就不见了 我现在是分三个视窗同时给你看 这样你比较知道 好那我们再打LOS PCI-K LOS Mode的Pipe SORT 是不是可以看驱动程式模组 我怎么证明给你看 说IGV已经被我移掉了 刚打LOS Mode的Pipe Sort 是不是有看到IGV 刚刚的时候是不是 还有IGV 是不是在这里 那我现在把它拿掉嘛 对不对 那我再打LOS Mode Sort 看一次 我们再开I这一行 I 有没有IGV 是不是IGV被你拿掉了 因此网络就断了 这样知道吗 好那接下来 完蛋了 因为我那本书是远端的 我那本书也不见了 你看我那本书也看不到了 因为那本书不是放在这里电脑 是放在远端的电脑 所以只好请各位看书啦 你直接看你的书 我们要载入驱动程式模组 是不是打Model Probe 是不是打Model Probe的指令 对不对 好啦 我对你们没有那么狠啦 我没有叫你要把指令都 像我这样背起来啦 你看我书看不到 我还可以背书的内容给你看嘛 这代表那本书是我写的吧 没错吧 MOD PROB 我刚刚是不是讲这个指令 这指令是不是在刚刚那个指令的上面 对不对 IGV 我们把驱动程式模组再载回来 他载回来之后看看这里 你看哦 网路是不是通了 看一下这本书有没有回来 书 他断线了 不知道再回来了 回来了 是不是Model Probe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 网路卡的驱动程式模组 他最有用啦 你把他RMMOD跟Model Probe之后 马上网路断掉 马上网路就回来了 这样知不知道 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这里我再看一次 LSPCI-K 刚刚本来这个IGV是不是 已经没有Curnal Driver In Use了 那我再打LSPCI-K Enter哦你看 你看哦 Curnal Driver In Use 油又回来了 所以是不是一载入网路卡又恢复正常 这样油又影响了 这样这两个指令知道吗 一个叫做RMMOD 一个叫Model Probe 这样可以接受吗 好那我这个按Ctrl C关掉 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场合要用这个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 老师我吃饭生意 我来把网路卡驱动程式关起来 这个是有原因的 以前哦 那个 有一张网路卡 那个号称卡王 我曾经用过那个卡 那一张卡叫做D-Link 530TX 这个 这一张卡是卡王 这张卡呢 如果你放着 然后开始用FTP去抄它 传资料或下载资料 那Ninas 它不小心硬体的问题 还是Ninas 爪一波写不好 这个网路卡会当掉 就是不会动 我不知道 反正 因为这一张卡是当初跟 Riotek 螃蟹卡 跟那个什么 同一个时期的卡 当初它是跟那个 螃蟹卡同一个时期的卡 但是螃蟹卡就很稳 螃蟹卡不关你 要怎么操 它就是不会当 这一张卡会当 我问你一个问题 网路卡当了怎么办 连回去改吗 它都已经当了 你怎么改 所以这个机器当了 这个网路卡当了 你得要到主机前面 像我现在是不是坐在 我这台电脑的前面 对不对 打RM Mode 它的驱动程式模组 再打Model Probe 它的网路卡就回来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移除 核心模组 跟载入核心模组 其实 你如果去看 Linus的东西 它都会说它没有保证 它不保证 因为这Open Source 是Free的嘛 它不付任何保证 尽管它的品质不错 它也是不付任何保证 那你的网路卡 你现在你的主机的网路卡当掉 请问你电脑 有没有必要重开 其实不需要 你是不是把 网路的驱动程式模组 抽掉再重新载入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主机有的时候 在做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它重开 因为重开很麻烦 真正的伺服器 通常 不到 不必要的时候 都不会重开 譬如说我这台机器 我打W给你看 它开了21天 是不是快一个月没开了 没重开了 那我办公室那一台 上次不是有给你们看吗 170几天没重开了 对不对 我办公室的机器 什么时候会重开 我们学校每年寒暑假 都会有一个什么电力维护 电力系统维护的 的那个通知书 通知信 你们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啦 你们这些家伙会管他停电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冷气吹啦 你没冷气吹才能挨不下去 但是我不care那个冷气的问题 我比较care的是 没有电我的主机要全部关起来 可是 主机关起来再重开 有的时候要花 半个小时以上 才能完成开机的流程 因为他的硬底要全部重新检查 很麻烦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假设你网路卡的模组 荡掉 啊你不要呢 机器当然不重开啊 是不是网路卡去用程式模组 拿掉再重弄就好了 对不对 OK 现在给你玩一下 IGB的移除跟重新载入 啊因为你们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进Xwindow嘛 对不对 你用虚拟终端机 按LTFE 到第一个终端机打PIN PIN我们的杂道 按LTFE打RMMODE跟MODE PRO 然后再切回到 LT再切回到 第一个虚拟终端机 去观察他的结果 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就有多重视窗的 用的那个什么 的意义 了不了解 这样用起来就跟多重视窗一样 好吗 我上次敢去加点虚拟终端机啊 还是还我了 不要这么快还啦 ALTFE ALTF2啦 我们接下来 要来讲 这一个DMESG 这个指令 那DMESG 这个指令 最常看到的用途 可以拿来抓 网络卡的 即时状态 这个我待会示范给你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怎么看DMESG 请你用Root的权限执行 DMESG 现在 从Devn9之后 那个 一般使用者执行DMESG 都被关掉了 因为资安的关系啦 系统安全性的关系 一般使用者不能看了 这个让我很伤脑筋 因为DMESG 其实蛮好用的 所以它就只能用Root的权限 打DMESG 按enter 哔哩啪啪的跑一堆嘛 对不对 是不是哔哩啪的跑一堆 那遇到这种东西 我都跟你讲过 把它转向 变成DMESG.log 是不是把它变成log档 然后再打VidMESG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一行一行 慢慢看 所以你把这个指令 记起来 你如果 希望把它转成log檔的话 就把它做成 dmesg.log 然后再用vi慢慢看 所以请你在这一页 dmesg这里补充一下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把它变成log檔 然后来看 好那我现在有一个dmesg.log 我这样子看字比较大 不然你用这个看字 太小了 这看一看把机会脱汤 这只太小了 我们用这个看 那我为了方便观看 我把这个拉大好了 尽量拉大 OK 好来那你来看一下哦 你现在 所以我现在 给你看 第一个会看到核心的版本 所以你看 是不是Linus 14.9 对不对 那它是用GCC 6.3去编出来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是CPU的资讯 那我这边的CPU是比较旧的 4702 i7 4702 这比较旧的CPU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台机器的CPU是什么 那这么多行 你如果这样子找 很累找不到的话 我们用VI是不是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帮我们找自串 所以打斜线CPU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CPU 再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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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判别说这个CPU的型号 对不对 那这里哦 我书上这里有CPU S 警号1234567 它就是说有一个 一个Node 就是说一个 一个实际的CPU 里面有八个核心 所以 total of 八个Processor 是Activated 总共有八个核心启动 那我们来看这一台 这台有几个核心启动呢 两个 因为这一台是虚拟机 这台是虚拟机 我当初只分配两个CPU给它而已 我只让它去跑两个CPU 没有跑太多 这假的嘛 没有必要给它们多的运算能量 所以就给它两个CPU 所以这个是看CPU的 接下来网路界面呢 你要看一下那个 Ether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打斜线Ether 0 诶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Ether 0 它的驱动程式模组是E100 注意看哦 有没有看到这里写E1000 讲错不是E100 E1000 它是Ether 0 那你看一下哦 我现在把它移下来 我再看系统的机器 LSPCI-K 你看一下网路卡 是不是Ethernet 这里是不是写说 驱动程式模组是E1000 我看有加加一下E1000了 然后再打 那个LOS mode 这个Sort 我们来看一下 有E1000 所以你这台机器 是不是E1000的网路卡 那E1000的网路卡 原本是取名叫Ether 0 这是原本内建的名称 后来改名叫ENS3 你们看到这里写 ENS3 renamed from Ether 0 那这个ENS3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网路卡的命名方式 在底下这边会解释到 音效卡完之后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 网路卡的命名方式 这里会讲到 等这边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深入的讲解 现在先不用讲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网路卡的部分 网路卡是E1000嘛 对不对 网路卡是E1000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所以这网路界面的部分 是E1000 那实体机器 我给你看一下 我这台的实体机器 因为这台是 这台现在没办法看 因为它开太久了 要到这里去打DMESG 到这里 看一下 哇这个都 现在打DMESG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打DMESG这个已经跟那个不一样 因为它这台开太多天了 它这个LOG档会一直更新啦 所以它看不到了 没关系我们还是看 继续看虚拟机好了 好那这个是网路卡的界面 待会你用你的机器 也再判读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硬碟的资讯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硬碟 所以呢你看哦 我按斜线SD 看有没有SDA好了 诶有有SDA 我们看到 是不是有一颗SDA 一颗硬碟嘛 它的大小是多少 1.1T 那么它有几个分割区 SDA1234 所以有四个分割区 这样可以接受吗 那其他资讯 其他资讯 主要是系统的即时状态 那这个即时状态 对于除错很有帮助 尤其是网路卡的部分 我现在给你看实体机器 我现在打DMESG都不管它 是不是会出现这里 最后讲是不是KVMVPU0这里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红色的 有看到吗 有看到了 那注意看哦 假设你的机器 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网路线断线 网路线断线 我现在模拟这个错误 我把那个网路线拔掉给你看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把网路线拔掉 好 我现在把网路线拔掉了 再打DMESG给你看 它会跟你说 EMP2S0的网卡 Link is down 那这个在抓网路的除错很有帮助 因为你有时候网路线不通 是因为网路线根本没有接上去 这样各位了解吗 你设定都对了 可是网路线没有接上去 那你的网路当然还是不会通 这个我们到之后还会再讲 现在只是先给你沾个酱油看一下 那如果网路线再重新插上去 那打DMESG会怎么样呢 你看一下 我再把网路线接上去 好 现在网路线接上去了 再打DMESG给你看 它说网路卡启动 而且是1000Mbps 是不是 它现在是GIGA的网路线 这样各位了解吗 所以DMESG 你看我书上面写这句话 可以看到一些系统的 即时状态 除了这个之外 你的硬碟有坏轨 它也会即时显示出来 那我们这个机器 因为没有坏轨 你往回卷 你往回卷 基本上都没有看到坏轨的讯息 所以还好 这台没有坏轨 幸好没有坏轨 好 这个是DMESG的功能 它的LOG档很长 你要花点时间去瞄一下 因为它讲的东西很多 我只是挑重点讲 我只是挑重点讲 其他的东西没有讲了 不见得不重要 那这个LOG档你看这个 几行 476行 那实体机的就更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你就花点时间去摸一下吧 那么下一个档案又更重要了 下一个档案是DMI Decode 那DMI Decode 可以看系统的BIOS的资讯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要把它变成LOG档 我先用实体机打DMI Decode 转向DMI Decode.log 然后这个时候呢 打VI DMI Decode 你看这个总共904行 所以很多行 我们从D行开始看 首先它会跟你讲说 你的 这个BIOS 是AMI的BIOS 这个BIOS是2015年12月22号 做出来的 然后 它支援这些东西 它还包括1.2MB的软碟 720K的软碟 2.88MB的软碟 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还在 而且它也支援最新的UEFI的BIOS 有没有看到这里写UEFI 它是不是支援最新的UEFI BIOS 那以后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啊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怎么讲 像盲场一样 你看哦 它这里写 Rone Size 是8192KB 是不是8MB 也就是说 这台机器的 这个 这个BIOS 有8MB的空间 可是你塞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会 塞爆 有一天会不够嘛 那不够的话 如果你是写BIOS的人 你会把哪些东西先抽掉 你可能会先把Flappy先抽掉了 了不了解 因为Flappy现在没人用 某些工业等级的 这个机器 还有在用Flappy 譬如说前两天的新闻 你有没有看到吗 那个美国 美国的核弹 不是这个弹 打错了 美国的核弹 现在还是用磁片 他们还是用这个磁碟片 所以他们用的电脑 要不要有磁碟片的驱动程式 BIOS要不要支援磁碟片 要啦 所以你如果今天机器 要卖给美国军方的话 你就要支援这种软碟片 其他就用不到 这种东西最安全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多安全 我问你 你用个USB 为病毒给他看看 你光是USB要插都没办法插 你现在光是 磁碟片 要把病毒植入到这里面 你也塞不下 而且我跟你保证 这里面应该不是跑Windows 你的Windows的病毒 一律免疫 多棒啊 多安全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这里是BIOS的版本 BIOS的日期 那我们再来看 主机的资讯 看着哦 你再往下看 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机器 我告诉你们啊 我给你们用的机器 也算是有身份的啊 这是华硕的 华硕的机器 主机的编号是 TS100-18-PI4 有没有看到 这什么回事 TS100-18-PI4嘛 来 TS100-18-PI4 是不是就这台机器 是不是你拿来踩在脚下 你们这家伙真的是 皮革绷紧一点啊 这是伺服器啊 结果上课让你们拿来 伺服器啊 欠打 OK 所以我们的机器是华硕的伺服器 那我们有UID跟它的序列嘛 这个序列嘛 通常没有用啦 反正我这已经过保固了啦 也不能做什么事 就算没有过保固 它也只是一个编号而已 那另外这个叫UID 那另外这个叫UID 这个什么是UID 之后再来讲 然后再往下看 这个机器 用的板子 是华硕的P9D-X 有没有看到 那什么意思呢 它里面的主机板型号 P9D-X 就这块板子 就这块板子 我现在没那个美国时间 不然拆开给你看 你就会看到这块板子 在你底下的伺服器里面 所以你看 连主机板的型号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这台机器呢 是什么东西 主机壳 Main server chassis 这在讲机壳 都不要理它 然后CPU 你看喔 Central processor 是不是CPU 对不对 那CPU是什么 Zion Intel 然后型号在哪里 型号在这里 是不是Intel Zion 131230 是不是 好 再往下看 这台的时脈 是3.3GHz 现在也是跑3.3GHz OK 所以你有看到CPU了 这是不是很详细的资料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 L1 cache 1階快取 2階快取 2階快取 3階快取 3階快取 没了啦 因为很多小朋友 就是你们这些人 都不晓得什么叫快取 我问你快取 我问你快取是什么 你就说快取 快取就是Cash Cash是什么 Cash就快取 Cash多 比较好 还是Cash少比较好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把电脑 分成几个阶层 我们把电脑分成几个阶层 那我现在在开始讲 什么是快取之前呢 我宣布一件事情 现在 10点40分 对不对 50分 我们来考一个小考 很要求的 没有啦 那就考吧 觉得很要求的举手 现在跟你讲50分 要考小考的举手一下 觉得太狠的举手 不会喔 好 那我们就来考吧 我再问一次喔 现在42分了 50分我们来考小考 觉得太狠的举手 觉得不狠的举手 一个而已啦 好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都可以做一个小抄 每个人拿一张A4指出来 给你们做小抄 等一下来考 我刚上课上到一半 是不是在讲Cash 他有L1L2L3的Cash 对不对 阿讲到一半 突然发神经要考试 叫你是不是做小抄 对不对 因为你们很多人 都不晓得什么是Cash 我问你什么是Cash 你就跟我说是快取记忆题 什么是快取记忆题 就跟我说Cash 所以就来考个试吧 好那我考这10题 我刚刚是不是 给你10分钟的时间做小抄 对不对 这个小抄就是你的快取记忆题 懂不懂 今天我考的题目 来 请教各位 有命中题目的举手一下 有命中几题的举手 只要有命中一题的就举手 我看看 还不错命中两题的举手 命中三题的 所以还有七题你不会嘛 真狠 来 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阶层图 你的脑袋 就是CPU 知不知道 那你今天做这个小抄 就是你的一阶快取 我们的快取 是不是有L1 L2 L3 可能以后会有L4到LN 不知道 那你听清楚哦 你第一个 你考试要作弊 第一个做的小抄 绝对不是拿A4的纸 那个有些人很厉害哦 用那个什么投影片 磕那个钢板磕的小咪咪的 然后贴在学生证的下面 然后半透明的 就是正面给老师检查 反面翻过来就是小抄那一种 那个叫一阶快取 我现在看到这一题 不效 快点先看看我一阶快取学生证 懂不懂 那么快取有一个专有名词 讲到快取记忆体 会有一个叫做 急中 一个叫做 miss 为什么网路又不会通了 快取 快取记忆体 快取记忆体 快取记忆体如果有找到的话叫做hit 如果找不到的话叫miss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有一张小咪咪的 这一个小咪咪的那个指头 做做那个什么 做必用的 很小张大概只有名片大小 贴在你的学生证后面 这个就是你的一阶快取 懂不懂 那你做完一阶快取之后 因为那个很小嘛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放的东西不够多 所以你接下来就做大一点的 你用一张A4的纸 做一张可以放更多字的 小抄 那这个时候考试的时候 我刚考这十题嘛 我刚考这十题 有人最多命中三题嘛 但是他记起来 剩下的七题 写在A4的纸里面 我现在如果 听清楚嘛 考试是这样啦 考试是你的CPU 脑袋你如果有答案 你是不是就直接 从脑袋里面去读这个资料了 有没有必要偷看小抄 但是不幸的是你的脑袋都空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看小抄 那你是不是要看第一阶快取 是不是看你的最小张的 为什么要看最小张的 这样我兼考我才抓不到啊 是不是 好吧那你就看你的最小张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 这一题 这一题的答案 正好在这一个小抄抓到了 这个叫做 急中 如果你在这一 这一个 如果你在这里找到 就叫做急中 刚刚我们找猜题嘛 对不对 是不是最多也只有三成而已 找到三题嘛 你最多是不是 你的小抄里面是不是 在第一张小抄里面 是不是有三 三题 最高是不是三成 那你们命中率太低了啦 对不对 好啦 那找不到的话 是不是就失误 失误是不是往下一张 更大张的小抄去找 这个更大张的小抄 就叫做第二阶快取 那第二阶快取 一定比第一阶大啦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 A4的空白子 你就一个A4的空白子 对不对 因为那个兼考老师啊 我啊 考试考到一半就出去装茶啊 有些老师考试考到一半 出去上厕所嘛 对不对 搞不好去大隔辩啊 抽根烟再回来 那时间更久了 你就可以偷看这一张了嘛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你到二阶快取 二阶快取放的资料 是不是比一阶快取大很多了 对不对 好 一样的 你这一体呢 在二阶快取里面找到了 但是这一体 你又又没有抄起来啊 这一体有抄到的举手 没有嘛 想也知道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突然想到 平时你还很用功 你不是只有 A4的小抄在这里 你不是只有 学生证后面的小抄 你又做一个笔记本 你没做笔记本也没关系 你同学做笔记本 你其中考之前 赶快跑去给他偷影印整本过来 有一本笔记本 这个叫三阶快取 听我的意思不 三阶快取是什么 三阶快取就是等于像笔记本那么大了 是不是容量越来越大 可以放的资料越来越多了 所以一样 又会有急中跟失误嘛 假设急中了 你是不是赶快把答案写上来 啊失误了咧 失误了再往底下 看有没有四阶快取 五阶快取 对不对 那么快取记忆体的倒数第二个阶层是记忆体 我们电脑的记忆体 比如说我在电脑是不是32G的记忆体 你是不是应该资料都可以在记忆体里面找到 假设如果找不到的话 是不是只能到硬碟去找 那你说老师 这个跟我考试作弊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如果笔记本都找不到 最后是不是偷翻书了 是不是 是不是偷翻书了 书上面一定有所有的解答嘛 可是偷翻书这个是不是放所有的资料 这个是不是最慢 所以看清楚哦 快取就是这样一个观念 第一阶 不是第一阶讲错了 最原始的是你的脑袋就是CPU 你在做运算的时候如果有答案的话 你CPU就直接处理掉 但是你的脑袋空空的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就跑去找你的一阶快取 第一阶 看看有没有一阶快取 有没有 有 有一阶快取 藏在你学生证后面 但是因为很小 那个卡片很小 你不能够写多少答案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会失误 了不了解 失误之后是不是在找A4的值 再失误是不是找笔记本 在失误是不是找第二本笔记本 第三本笔记本 如果都找不到的 到时候就来找硬碟了 硬碟就是你本职 就是老师不是 老师不是普通的混 老师是非常混 他现在说考试他就跑出去了 他去吃个早餐 跑个步 然后运动一下三个小时再回来 你已经发完书 看完所有的东西了 这个前提是老师不抓作弊嘛 对不对 所以我用这个观念 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 什么叫快取 你的快取就是你的那一个小超 电脑的快取就是他的记忆体 了不了解 那快取记忆体有几个特色 注意哦 我这里有两个箭头 由上到下是这样子 速度最快到最慢 你偷看小超速度比较快 假设小超已经有这一体的答案了 是不是偷翻小超 马上就可以找得到这一体的答案 你说我给你承车 不好意思你平常就没在讨车 你脑袋空空的平常又不读书 光是给你找这个答案 你 不然我们来问一下啊 我们来试试看啊 这一个问题的答案给你翻啊 看要翻多久才翻得到啊 对不对 那下一个 这个要翻啊 你再翻啊 看要翻多久才翻得到啊 是不是 所以 快取记忆体的速度 由快到慢是这样子 一样的价格 这边最贵这边最便宜 了不了解 那 那反过来讲呢 容量这个最大 这个最小 是不是 因为你每个电脑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要从 主机的硬碟去载入资料 是不是 所以你每天 你每天电脑打开 先从硬碟去读资料 然后再载入到这边来 那关机的时候 这边全部清空 包括记忆体都清空 只留下硬碟还有资料 这就是快取记忆体的定义 这样知道吗 那在某一个阶段的记忆体 有找到资料 它的专有名词叫做HIT 叫做集中 万一在这里找不到资料 要往下一阶找 那就叫做MISS 失误 这样了解了吗 我用这个例子来跟你讲 什么是快取记忆体 这样知道了吗 因为你们 以前 你们对快取记忆体都一知半解 我如果跟你讲那个很学术的 跟你讲资工怎么教的 那你们有哪里在杜姑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讲 比较能够吸收的下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快取记忆体 是不是这样子 来 首先呢 一阶的快取记忆体 你要看一阶快取记忆体 多大 256k 是不是 我把那容量写在这里 来 一阶 多大 256k 是不是第一阶256k 我们来看一下二阶 二阶多少 二阶的记忆体 二阶的快取记忆体 是多大 1024了 是不是到二阶就变成 1024k 那我们再来看三阶 三阶在这里 你看8mega 8192 是不是有小到大 那不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你看 是不是 啊它有没有四阶 8192k 我这里写L4到LN的意思是说 我不见得会有四阶以上的快取 你看接下来就没有快取 没有L4了嘛 是不是到三阶而已 所以有人问你快取是什么 你这个时候不要再撒谈跟他说 Cash就是快取记忆体 他现在如果问你L1 L2 L3 差别在哪里 L1离CPU最近 它的反应速度最快 那就是你的小超啦 直卡啦 了不了解 它离你的CPU最近 但它容量最小 可以放的资料是不是最少 如果在这里作弊找不到 就往下一阶 下一阶是不是1024k 比它多一点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找资料 再往下 所以一阶 两阶三阶的快取 意思就这样子 如果快取全部找一轮都没有了 L1到LN 早一早都没有了 那就到记忆体去找 万一记忆体都没有 不好意思 硬碟一定会有嘛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我没有硬碟 因为我的书丢掉了 那就当掉吧 对不对 连书都不见了 连书都不见了 连书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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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书看就没书看 那就只好当掉了 不然怎么办 所以我们主机会不会当掉 会啊 你不相信你现在把你硬碟的线拔掉 看看你电脑会不会当 当啊 当给你看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是快取的观念啊 知不知啊 好 所以我们到三接快取 来哦 再往下哦 那接下来跟你讲什么 你这里有USB3啊 这USB9 这是USB的那个Port 这个我们跳过去 来你看一下 网路卡 有LAN1、LAN2 是不是两张网卡 有LAN3 好像没有啊 那这网路卡的接头是RJ45 就是一般网路卡的 然后硬碟SATA1 SATA2 SATA3 SATA4 SATA5 SATA6 好 所以这个到六个SATA的硬碟 然后这个USB7 8 这是妈哥 USB还继续有 他还有很多USB的接头 好 接下来 你看哦 CPU frame 意思说CPU的风扇 front frame 意思说 前 机壳前风扇 机壳的第二个前风扇 机壳的第三个前风扇 机壳的后风扇之一 然后CPU是那个DV9的接头 这个是RS232的接头 DV-9 不是这家 这你买不去 这个 这个头 这个DV-9 不是那台车哦 不要买不太 好所以这是CUM1 DV-9的接头 再CUM2也是DV-9的接头 所以这台还有旧的界面 有的时候你这里看到 但是主机板不见得有 因为主机板没有把那个接头做出来 他会把那个接头省掉啦 因为这个接头没有用了 所以你有没有这个接头 这边斜有不见得真的有 你得要蹲下去看 你得要去看你的电脑后面是不是有这个接头 这样知道吗 好那再往下看哦 因为这个很长 这个你看我到300多档才一半 300多档才一半而已哦 再往下看 PCI的 界面 PCI的界面 往下看 MILE1的界面 这也是PCI的 Video 好你看一下Video 有一个AST1300 这个是AST的显卡 好那这里DMI 这个LM78Z 这个是在做那个 LM78Z 应该都是在做那个 那个什么 温度的Sensor 我们看一下 哎呦 LM78 LM78Z 是在做那个什么 Temperature Sensing 这个是在做那个温度感测的 包括 这78A也是 它放在不同的地方 那你怎么看你系统的温度 很简单 你在这里打SENSORS 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现在的主机 温度是这个 这应该是板子的温度啦 快30度 这个是CPU的温度 所以CPU现在蛮热的 我有做过一个实验 我以前读研究所的时候 吃饱太咸 突然有一段时间 对水冷非常非常的热衷 我就把我的CPU变成水冷 然后我就用一桶水 放在我的桌子底下 然后早上起来 就开一台CPU 就开了主机 开始煮热水 煮到天黑的时候 那个热水可以拿来洗澡 烫得要死 后来没办法 因为我之前只是做纯水冷 纯水冷就没有风扇散热 后来发现做纯水冷不够力 还是要用风扇去吹 把那个热带走 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温度 65度 你如果拿水再煮 煮一天 我跟你讲 那个水拿来洗澡都很烫 会烫到人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所以你看这里 LM78A 这个都是在做温度感测的 那这里有一个power supply frame 是那个电源供应器的那个风扇 好 那system power supply 这个是那个电源供应器 那onboard的IGD onboard的LAN 这个是网卡 有看到网卡 那这里有1394的power ok 好 来 接下来这里就是有趣的地方 这里我们看到memory device 他可以看到你的 那个记忆体 这个记忆体是多少呢 这个记忆体是DDR3的记忆体 时迈是1600 然后这个记忆体是transcent的记忆体 创建 那它的型号是这个 什么TG TSEGL 这个就是它的型号 这个就是它的型号 所以我的记忆体 你看哦 我的记忆体 有几条呢 有没有看到DIMM A1 是不是一个是A1 我先写在这里好了 A1 对不对 再往下看 写在这里好了 这里呢 记忆体 DIMM A1 那它是什么 8 它是DDR3 E6 00 MHZ 然后它是这个 8192Mb 的 那个记忆体 8192Mb 所以我是不是有一条8G的记忆体 所以我是不是有一条8G的记忆体 是DDR3 1600 这样可以接受吗 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来 DIMM A2 有没有看到也是8192 是不是也是DDR3 1600 是不是也是创建的 是同样型号的又一条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复制贴上把它改成DDR 不是DIMM A2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下一个 DIMM V1 是不是也是DDR3 1600 8GB 然后创建的 所以接下来是V1 这是第三条记忆体了 来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是DIMM V2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东西再来一次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这台机器在做升级的时候 我故意买同一家的记忆体 故意买同一个型号 故意买同一个大小 这样架伺服器比较稳 懂我的意思吗 未来各位要架伺服器 注意 厂牌 我不管你是要买创建 Kingston 还是那个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记忆体 威钢 还是什么三星 都可以 随便 但是我会建议你 你今天如果要架Server 记忆体的产牌要同一家 记忆体的大小要同一个 记忆体的最好这个P号 你看有没有这个P号 都是同一P 这样子比较不会容易出问题 你有的时候 记忆体混叉 因为我们现在的记忆体 都是高速记忆体嘛 记忆体混叉 有可能会荡掉 我遇过好几次 两条记忆体插在一起 主机会荡 各差其中一条都很稳 你知道吗 所以像 你们在买记忆体 我都会建议 买同一家的 不要买 不要混叉啦 你在那边混叉 到最后会 因为很奇怪的问题出错 所以我们的记忆体 没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记忆体的大小32G 他要算给你看 好那个这是 那个System Event Log 这是说你的 那个 实体记忆体 32bit dress啦 什么东西的 这个你自己看 好 没有啦 结束啦 BIOS Language 就是说这个BIOS 用什么语言写出来了 ENUS ISO 8859-1 也就是说 这个BIOS里面放的资讯 是用英文写好的 所以你看哦 这个DMI Decode 是不是可以告诉你 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了不了解 这可以让你去解析 你整来系统的硬体备备 你都不用拆主机 你知道吗 那我们今天借由讲DMI Decode 顺便带各位走一次 快取的观念 这个我希望你记起来 啊这一张图 我等一下放到Flip上面 给你们抓好了 这当补充教材 好不好 知道吗 以后人家如果再问你 什么是快取记忆体 拜托不要忘记啦